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林立如 新闻一开始来看到 基隆市长林又昌宣布市政府小内阁重要的人事异动讯息 现任惨发处长黄俊毅升任基隆市政府的秘书长 惨发处长的遗缺则是由立委蔡世印国会办公室的主任黄建峰接任 另外市政府交通处长李刚调任交通部铁道局主任秘书 交通处长的遗缺则会由交通处的副处长舒仙芝接任 基隆市长林又昌宣布市政府小内阁重要人事异动讯息 现任惨发处长黄俊毅升任基隆市政府秘书长 我想他的一个学经历还有对基隆市政府市政的熟认程度 是无人能出其右 那我想由他来接任基隆市政府的秘书长 对我们未来整个市政的一个推动呢 我想能够无缝接轨而且能够贯彻执行 那这个我非常看好他未来能够施展他的一个能力 而惨发处长遗缺由现任立委蔡世英国会办公室主任黄建峰接任 新任的惨发处的处长 我已经责定由我们蔡世英立委国会办公室主任黄建峰来接任 那这个黄主任他过去对于整个基隆市的市政 以及对于中央各部会的业务 那非常的熟认也协助蔡世英立委 这一个有很好的一个成绩 成为这个国会的最优质的立委之一 所以他的能力我相信是无庸置疑的 那未来他来接任基隆市产发处的处长呢 最重要的是把现有的一个政策 在我的任期之内还有一年多把它贯彻跟执行 所以执行力是重要的 对市政事务的一个熟悉度也是重要的 我相信他也可以把基隆市的市政跟中央部会做更有效的一个连结 当然也能够为我们基隆市来争取更多的一个经费 另外现任市政府交通处长李刚调任交通部铁道局主任秘书 交通处长移缺由现任交通处副处长苏先知接任 那李刚处长将即将调任到我们交通部的铁道局来担任主任秘书 那铁道局就是负责捷运的规划跟铁道的一个建设 我相信这个对基隆市未来我们推动基隆捷运更是如虎添翼 所以我乐观其成也非常支持他前进中央 未来能够对基隆市有更大的一个交通上的一个注意 那新任的交通处长呢将由这个原本的副处长苏先知副处长来接任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市长林又昌宣示一区一亲子馆的目标即将要达成 基隆市新一区亲子馆举办了开工动土典礼 总工程的费用是1700万 也是基隆市第一栋独立新建整并托婴和亲子馆功能的两层楼建筑物 总楼板面积是130平左右 预计今年底就可以完工 幼儿园小朋友开心跳舞庆祝 因为基隆市长林又昌宣示一区一亲子馆的目标即将达成 为在市立医院前面的基隆市新一区亲子馆举行动土开工典礼 施工总经费1700万元 也是基隆市第一栋独立新建整并托婴和亲子馆功能的两层楼建筑物 总面积130平左右 预计今年年底完工 那它有两层楼 那我们在一楼的部分呢 是设置了一个叫做社区的公共家园 总共可以收拖12名的幼儿 来补充我们新一区托育资源的一个部阻 那另外我们旁边就是市立医院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医店基金会 等社福的医疗资源 未来亲子馆的新建完工 将可以整合周边 来形成一个区域性的社福服务据点 那此外呢 我们楼下是社区公共家园 那楼上是亲子馆 老实讲我看到两千万预算 我就觉得觉得太少 我刚才跟处长说 我以为是两亿少一个零 你知道吗 总会说一千万而已 但是后面 还有相关的工程内部的设施 我会继续来努力 那所以想到这个案子能够顺利的推动 就不枉当时我们在前瞻基础 建设预算 投票表决了一个礼拜 我睡在立法院一个礼拜 然后中间跑回来洗澡 洗完澡过去继续投票 就是为了让我们基隆的公共投资 能够直接下去 在这边代表的地长 除了要感谢我们基隆市 我们林市长 吴处长所代表的团队 带为了我们基隆市民 如此的拼拼拼的力 来尽全力 来为市民造者福祉 这件被看作是信义区 甚至是全市大市的工程 包括信义区市议员何淑平 韩世玉 江建玉 以及陈宜全数到齐参加之外 市议员童子伟 郑凯玲 以及陈明健等人也都亲自参加 市长特别感谢立委蔡世英 协助在中央争取经费的帮忙 基隆市议会全体议员们的鼎力支持 以及市政府社会处长 吴挺峰带领的社会处团队 全力打拼 和基隆市立医院调拨土地的帮忙 林又昌也强调 要就要做到最好 希望立委蔡世英可以协调台电公司 把周边大约四根电线杆全部下地 让信义区亲子管周边环境可以做到最好 也拜托各位义座在帮我们推法 也拜托蔡新明地委这边来出面帮忙协调台电 把周边的这个环境也帮忙做一个处理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传统伟牙习惯当中 除了公司行号邀请员工聚餐摩彩之外 伟牙还有一个传统习俗就是吃挂包 基隆市长林又昌夫妇特别是准备了挂包 赠送给第一线服务市民朋友的同仁 感谢同仁一年来的辛劳 由夫人吴秋英亲手制作的挂包 又饱满又美味 林又昌直呼是他吃过最好吃的挂包 透过镜头带你一起来看看 所以里面呢 满满的料 有滷了用爱心跟感情滷的这个猪肉 然后还有这个香菜 还有这个咸菜 然后还有花生粉 然后那个辣椒酱是我们基隆三宝的那个 基隆三宝的辣椒酱 什么 用得那么好 一定要啊 用料不手软 被基隆市长林又昌形容是他吃过最好吃的挂包 由基隆市长夫人吴秋英亲手制作 他说好吃的关键在于猪肉卤制的时间及用心 外皮真的还蛮嫩 那我觉得其实那个肉的味道 其实它不会太咸 那滷得刚刚好 时间 没有时间 时间 怎么说 就是要用时间慢慢闷它 用爱用感情 在传统吃尾牙的日子 基隆市长林又昌与夫人吴秋英 特别准备上百个尾牙壁刺的挂包 送给第一线服务市民的 基隆市政府同仁及媒体记者 感谢他们的辛劳 牛昌强调挂包俗称狐咬猪 希望祝福大家把过去一年的怀孕性咬掉 又能咬住钱财与幸福 听说吃挂包的一个意思 这个就是 虎口 后嘎 第一 这个猪肉 然后就是把这个幸福 把福气 咬在嘴巴里面 然后另外还有一种说法 当然就是说这个是口袋满满的一个意思 不管是怎么样 其实都是祝福祈福 喜气 讨喜的一个意思 特别是在岁末 大家快要过年 所以我太太今天特别 做的这个挂包 还有这个鱼丸汤 要来送给我们的记者朋友 那也祝所有的市民好朋友们 大家新年快乐 在新的一年顺顺利利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由于制作的分量庞大 吴秋英笑着说 到了晚上手都快举不起来 牛昌连忙说会帮太太按摩一下 两人亲密的互动 也展现夫妻间的默契与感情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道 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今年外带的年菜市场业绩飙高 还在为年菜该准备什么而烦恼吗 那如果是吃腻的大鱼大肉 不妨来换换泰式年菜 激动一间平价的泰式料理店 每年推出的道地泰式年菜 像是用黄咖喱 红咖喱 还有打抛猪肉 道道口味 都是经典菜 那么一个月前还没有开放订购 询问的电话已经是不断了 厨房里大锅烧的火红 放入红咖喱以及番茄 加入脆皮的烤鸭 一起用大火下锅拌炒 这一道红咖喱烧鸭香味四溢 红沛绿 这一道搭配绿咖喱 鲜嫩的鸡肉加入椰奶 口味独特 加来台湾的框晒芹 到处品尝泰式料理 却发现很多口味和家乡不同 干脆自己开店出来做美味料理 吃了好多家都吃到那种改良的 改良的后来小孩子两三岁多的时候 我就想说我自己要来做那个泰式料理 让一些嫁到台湾的一些同乡可以吃到 想要吃的味道 今晚是小吃店但口味广受大众欢迎 每年过年应客人要求推出了年菜组合 有凉拌海鲜 打抛猪肉 冬粉虾堡 以及搭配淋上特制酱料的瀑布鱼 满满的十道年菜 不少客人过年还没到就电话询问 对 空咖喱烧鸭 它还有点椰奶的味道 脑子也不会太辣 然后这个是黄咖喱的那个虾子 也用的很好吃 很香啊 打包是不是真的 你一小时就可以配了一碗饭了 就酸酸辣辣的 然后不会太辣 然后很开胃 嗯 嗯 还不错 用油炸炸出来的蛋 外酥内软 淋上酸辣酱 再加洋葱跟芹菜 凉拌荷包蛋是第一名的人气菜 那个工厂会来帮他们的移工 在这边拌那个尾牙 拌了尾牙以后 那也有一些客人就会来询问说 啊你们有没有要做年菜啊 因为每年都在吃 就是吃一些很大鱼大肉就很腻啊 想要配搭一些那个泰式的酸酸辣辣的 新住民嫁来台湾 将家乡的美味端上桌 让国人分享疫情期间 过年不想出门用餐 年菜改换泰式料理 也是不错的选择 记者黄少民 基隆报道 我这边很感谢金融市府提供这个平台 让我们的创作者的创作有机会被看到这样 那我有看过这次的入围作品 我觉得都非常的优秀 那同时时间也让自己知道自己努力了还不够 需要再多努力这样 那谢谢大家 我会在这个创作上面再多做努力这样 这边的评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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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